每到夏天 法国南部的亚维农艺术节 总会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 共襄盛举 台湾今年共有四个表演艺术团体 参加亚维农外围艺术节 其中体乡舞团上间表演宣传 果然引起民众侧目 剧中角色带着白色长耳朵 原来是兔子先生的造型 剧中兔子先生一直在找适合自己的脸 象征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的工作和人生 藉此表达安身立命的意思 所以这种魔法 我们在一种宣传的宣传 一种宣传的宣传 也有一个非常现代的宣传 一种状态的宣传 千里迢迢过来这边其实很辛苦 可是其实就是这样这么微妙的关系 其实舞蹈它其实很奇妙 它就可以牵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最棒最棒的国民外交 台湾的表演团体多半以丰富的肢体动作 突破语言隔合 裁缝乐坊更以鼓针鼓 琵琶等传统乐器来传达感情 完全用乐器 没有唱没有歌词 用乐器的音乐去表现整个剧情 台湾的夹角托剧团则利用溜溜球 水晶球等新马戏 讲述寻宝故事 想要做台湾比较少见的 不是只是炫技巧的新马戏 或是有融合戏剧的舞蹈的 音乐的各种的元素加在一起 因为在节奏节奏节奏 有提示有哑哑 所以我觉得它很有趣 而且原本 另外长弓舞团结合魔术抗舞蹈 首演当天票房不俗 首演我们非常的紧张 不知道说我们的宣传 有没有达到效果 所以不知道观众的反应 观众的数量怎么样 结果刚刚首演完还很顺利的 观众数量还算蛮多 然后大家看完反应非常的热烈 这个台湾团体预计在亚维农 演出到26号 希望吸引更多各个国家的 艺术爱好者前来一看就近 感受台湾的表演艺术特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